Hello YouTube 今天想跟大家說一下男人經常性說的謊話 在街上遇到一個很久沒見過的人的時候 喂喂喂,很久沒見過,怎麼樣?這麼快哪裡發財啊? 哦,喂,我趕時間,不趕著,有空喝茶 別說有空喝茶,可能你一輩子都不會再見到這個人 女朋友問你,我胖不胖的時候 沒有,神經病,別傻了,你一點也不胖 就算你胖得像老婚BB,我們都不敢跟你說,是不是? 啊,你的樣子真的很像一個明星啊 啊,那個叫什麼名字呢? 那套電視劇裡面那個呢? 事實上你根本就不像一個明星 我們說這些都是哄你開心想追求你 啊,我正在過癮,我正在過癮,我正在過癮 其實根本就連自己家門口都還沒出 喝醉的時候 我沒醉 都說沒醉 通常這種人第二天睡醒覺就會斷片什麼都不記得 當然也不記得自己說過這句話 你女朋友介紹她的女性朋友讓你馬上玩了一整天 之後你女朋友問你覺得她女性朋友漂亮不漂亮的時候 啊,是嗎?有多漂亮呢?普普通通啦 就算我們覺得你的女性朋友真是比你十萬倍 我們都不會這麼說 你當我們男人傻嗎?被那麼大人哄我們 你女朋友問你,你會不會對我說謊? 我答應你,我永遠都不會對你說謊 這個就是我們對你說的第一個謊